这点课咱们就开始正式讲解内部俯合成的具体练法了 首先大家要找一个这样高的东西 方便咱们两个手做支撑 这个高度就是50厘米到60厘米之间都可以 咱们练这个俯合成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练这种正常的俯合成呢 正常的俯合成为什么不能练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这种正常的俯合成 平板俯合成 咱们这个时候这么一练的时候 咱们这个腰的一个形状是什么样的 这个生理曲线往前凹 是这种形状 大家都知道咱们练内功的话 这种形状是肯定不对的 咱们练所有的内功都要求 这个有点像这样胡言庄 这个腰脊是直的 必须得是这种形状 你才能练内功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练平板的话 根本就达不到你练内功的一个身形的标准 所以说大家要找一个高的东西 这么一变 然后两个手这么一支撑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腰背是平的 是直的 所以说大家要记住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细节点 大家不要忽视掉 有个人甚至认为 你就促过程嘛 我就正常在地下这么做也行 这个是岔之豪灵 师之千里 咱们这个练内功呢 就很注重这种细节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心中 然后咱们再继续说 咱们练这个促过程的时候 刚开始大家这么练 这么练 这么往下走 这个一个关键点是什么 首先一个动作的关键点是 咱们这个肩膀就胳膊 很多人一做促过程 我给大家学一下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肘子都开得很大 然后这个力量全都集中在这里了 或者是肩膀这儿了 然后你的肩膀端的也很厉害 这个给你学生紧张 这种姿势呢 无论你是想练内功 还是想练外功 就是说我练这个胸肌 这种姿势都是不正确的 这种姿势肯定不正确 因为你这么端着肩 这么练 一是容易伤到你的肩膀 第二伤到后背 而且你也练不到胸肌 这是从练外的角度 练内的角度 你这么端着肩 你这个气容易往上走 你这个就达不到松肩的效果了 所以说咱们练佛称 无论是你练内还是练外 记住了 这个手呢 差不多是你 离你的胸这儿 基本上就是跟你的胸这儿 一样高 然后往下压的时候 记住 肩胛骨 肩胛骨先收紧 肩胛骨先收紧 然后这个转着 这么去做 这么去做 肩胛骨先收 而不是说这样 这样的话就不行了 大家看看 你肩胛骨这么一收 这个地方 这个斜方衣服 这个肩膀 就都如松了 大家 都如松了